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应对COVID-19疫情的冲击之时 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依然专注于确保加拿大人的安全和健康 同时继续确保他们在这场全球性的健康和经济危机期间获得所需要的支持 据大华网报道 今天9月17日 特鲁多总理公布了将通过安全重启协议进行投资的详细情况 这一投资将为加拿大人民提供持续的支持 让我们安全地重启经济并建设更具韧力的加拿大 通过这项今年夏季达成的协议 加拿大政府宣布投入超过190亿加元的联邦资金 以帮助各省和地区安全地重启经济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拿大新闻 疫情改变加拿大人的房地产需求 在大城市里工作的加拿大人 如果不想忍受城市的喧嚣 多半就要忍受漫长的通勤时间 但是今年以来 无数人因疫情在家上班 这种宁静和静变不能两全的购房选择正在发生改变 据RCI报道 加拿大人对远离城市贴近自然的热情 并不是始于新冠疫情 但是疫情造成的工作方式改变 显然为这种热情添加了助燃剂 一个蒙特利尔市场调查公司 在分析了几家大型房地产公司 今年2月到8月期间的数据后发现 他们的客户的住所和工作地点之间的平均距离 大幅度增加了 加拿大一些富二代要求富人多交税 大部分加拿大纳税人希望减少自己的税务负担 有的人用海外避税天堂的方式避税 有的人甚至是用非法手段逃避税收 但一些加拿大富二代年轻人 却呼吁政府增加对有钱人的税收 据RCI报道 有200位年龄在18岁到40岁的有钱人 组成的一个名叫资源运动的加拿大组织 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措施缩小富有阶层 与普通加拿大人之间的财富差距 他们提出的具体措施 是联邦政府设立两种针对加拿大人口中收入最高10%有钱人的薪税 该组织的测算是 仅财产税一项 每年就能为联邦政府增加90亿加元的税收收入 加拿大JASPER自然保护公园巡路群面临绝技危险 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洛基山脉的JASPER自然保护公园的巡路群正面临绝技的危险 根据JASPER自然保护公园野生动物风险评估报告 自然保护公园负责监控的三个巡路群中 名叫马利涅的鹿群已经在公园范围内绝技 另外两个巡路群内巡路的数量已经少得接近危险水平 特别是巡路群内严重缺乏母鹿 换句话说是已失去了群体自我维持的能力 在过去几年中 JASPER自然保护公园已经采取了限制狼群数量 降低公路行车限速 限制滑雪线路等措施保护巡路 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要求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挽救巡路 再为您播报国际新闻 中国拒绝恢复原状 应防长谈细节 中印两国外长在莫斯科见面后 双方达成五点共识 愿意缓和边境事态 西方媒体9月17日注意到 中印两国表面说要让局势减缓 实际却大举加强边境兵力和物资储备 德国之声9月17日指出 印度防长辛格9月15日 在印度议会人民院就中印边境问题发表讲话 透露更多两国军队在边境地区对峙的细节 按照辛格说法 印度情报机构在4月初发现中国违反协议 调动大量军队装备和弹药 印方一开始还保持正常巡逻模式 不过不久后就发生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 蓬佩奥向盟友暗示中共操纵新冠病毒扩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16日在与英国外长大臣拉布会晤后 用允许allow一词来描述新冠病毒与中共之间的关系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进行了回击 据多维网报道 华春莹表示蓬佩奥与他的盟友们在会晤中谈到了允许一词 就好像中国能操纵病毒似的 如果病毒能被命令 那么如何解释在美国已累计确诊678万例 并且有超过20万人死亡 这是不是美国政府所允许的 新冠疫情加深全球贫富差距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COVID-19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定性六个月之际 BBC委托进行的一项全球民意调查指出 公众认同疫情加深贫富差距 贫困国家所受冲击尤为严重 新冠病毒疫情于2019年12月首先在中国武汉传出 北京于2020年1月3日首次向世卫组织通报病例 世卫至3月11日将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 此次BBC民调展示了全球多国过去半年所受之影响 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在内近3万名受访者参加了这次民调 结果显示因抗议而实行的封城禁足等措施 引发的经济破坏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 下面是中港台新闻 李克强对话全球企业家释放中国经济三大信号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 发表致辞并同企业家代表互动交流 对话会以视频方式举行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 全球近600位企业家参加 据中国政府网报道 李克强表示宏观调控必须把握好度 既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又要可持续 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创新宏观政策实施方式 对新增财政资金建立直达基层 直接汇起立民的机制 提高政策落地的时效性和精准性 及时为保居民就业 保基本民生 保市场主体提供支持 中国教育部宣布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中国教育部9月17日发出通告 为简化留学回国人员办事程序 方便广大留学回国人员工作和生活 自2020年11月1日起 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这对加拿大的留学生来说是个好消息 据大华网报道 自2020年11月1日起 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自2020年10月1日起 驻外使领馆不再受理开局申请 2020年9月30日前已提交申请的 驻外使领馆根据留学人员意愿提供相应服务 已经受理使领馆开局时间 晚于2020年11月1日的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仍然有效 最后为您播报一条科技新闻 阿里云电脑无影揭秘 9月17日 阿里云总裁张建峰在2020云期大会上 发布了阿里云第一台云电脑无影 据官方介绍 这是一台长在云上的超级电脑 根据张建峰介绍 只需将一张名片夹大小的Ckey上连接一块屏幕 就可以进入专属云电脑桌面 访问各种应用和文件 可随时在云端扩充算力 进行办公沟通 设计建模 动画渲染等操作 无影可以随时在云端扩充算力 不仅具备传统电脑的所有能力 还能够做传统电脑不能做 做不好的工作 例如动画渲染 制图设计 软件研发等对计算性能要求非常高的工作场景 观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就为您简要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内容 请浏览雪燕传媒的网页 观众朋友 明天再见